两个人一辆车从中国出发行驶四万九千公里 途经三十个国家跨越三个大陆 亚洲欧洲和非洲 我们现在已经顺利的进入到挪威的北极圈 接下来我们准备带大家去北极圈去看激光 这次是我们两个人一辆车 自驾北极圈还是比较危险的 因为这边的雪啊下得非常的大 路面全部都是冰和雪 而且还是个下坡 又是晚上 我怕不 我撤我去 我吓了 你这又没人你知道这为啥吗 因为刚才我从这边往那看上厕所 这边有那个是动物爪子的叶大家可以看到吗 包括这个是动物爪子的叶可以看到吗 这个应该是个大型猎物 应该是个熊或者熊掌左右的和老虎左右的那个脚叶 你看非常大它间隔也非常大你看我的脚叶 这是我的脚叶那是那是个动物的脚叶 我们在这个平坦的地方也不敢往下下了因为 下怕刹不住车前面我的朋友啊就是因为晚上开车直接就侧翻到沟里面去了 还好边上有个护栏要是没有护栏再往前面走 那边是有悬崖的再往掉到悬崖去到处非常危险 我们今天晚上就准备在这个地方露营休息了 给人看下四桌 真的吓得要是刚才我光听到声音了 呼呀我可能是他从刚才从下边往上加油煤的时候加了些油煤呼的动物听到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也是动物的脚叶但这个动物应该是小动物 这是刚刚的啊这是今天下的雪在里面了 但是我们也不敢去山里面去看啊 今天晚上就在露营吧 就在这吧 我们车里面非常冷 这多少度 现在是14度在车里面 就现在这个温度啊今天非常冷啊 我刚才拍了一会视频啊手都冻红了 今天晚上就在这个车里面休息了 然后明天我们再继续往下下 去往下个地方 现在来准备一路北上去往罗浮灯 那地方有个非常漂亮的峡湾地貌 还有再往北就会有非常漂亮的激光 然后再往北就有鲸鱼 就有帝王蟹 可以随便拍随便吃 鲸鱼这边是合法的啊 到时候大家去好好看一下啊 我们下期再见